大家好,欢迎来到温哥华房地产天地,随着母亲节临近,大温哥华地区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精彩活动,以庆祝这一特别的日子。 无论是你是妈妈,祖母还是生活中的任何一位伟大的母亲,以下列出的本周十个活动,一定会让你们感到喜悦和特别。 1.温哥华加拿大人母亲节系列赛,温哥华加拿大人棒球队将在Net Bailey体育场举行对阵Ever Attack or Sox的母亲节系列赛。 球队为这一系列赛事安排了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包括前蓝鸟犬明星球员Marco Estrada的特别来访。 5月7日至12日,门票起价20美元。 2.Mont Farms的妈咪和我山羊瑜伽在Mont Farms参与家庭友好的哈的山羊瑜伽体验,之后享用美味的咖喱碗或鸡柳条和薯条。 活动还包括与山羊的互动时间。 5月12日,费用从30美元至60美元不等。 3.食品车节 母亲节版大温哥华食品车节将在Beasit Burnaby小区举行。 活动将有超过20辆食品车,本地手工艺市场和现场娱乐。 5月11日和12日,免费入场。 4.Robston街上的母亲节庆典,Robston街商业协会与NKS Floor Truck合作,在5月11日举行特别的母亲节快赏活动。 前30位幸运访客将获得免费的母亲节花束。 5.海天缆车10周年庆典,庆祝海天缆车运营10周年,活动包括导游游览,特别美食等。 5月11日和12日,需购买门票或持有年票参加。 6.The Improv Center的妈妈和玛格丽塔在Granville Island的The Improv Center享受一个下午的笑声和玛格丽塔鸡尾酒。 5月12日,门票价格不等。 7.Trout Lake的母亲节传统Powall Vancouver Aboriginal Health Society主办的母亲节传统Powall将在Trout Lake社区中心举行。 5月10日至12日,免费入场。 8.Showcase餐厅的母亲节早午餐自助餐,在Showcase餐厅享受丰盛的早午餐,包括海鲜盛宴和厨师操作台。 5月12日,成人95美元,5至12岁儿童45美元,4岁及以下儿童免费。 9.Mommy Dearest Time母亲节喜剧秀在The Pleasant享受与妈妈相关的幽默和感人的喜剧表演。 5月12日,票价20美元。 10.Mamma Mia! Terminal City Roller Derby活动在Rio剧院观看Mamma Mia! 电影并支持Terminal City Roller Derby。 5月11日,票价12美元至18美元。 这些活动不仅庆祝母亲节,还提供了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的机会。 大温哥华地区居民和游客都可以享受这些多样化的活动,以特别的方式向母亲表达爱意和感激。 最后,我代表温哥华房地产频道,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